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内容可谓精彩绝文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演说前夕提出的祖国论 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回应 指责其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而台湾政府则呼吁中共尊重其存在的事实 这场言辞交锋让两岸的局势更加微妙 接下来根据一项新研究 专家指出人类的寿命增长似乎已经接近极限 尽管许多人活到百岁 但整体寿命的显著增长却在减缓 这项研究提醒我们 或许我们需要重新评估退休年龄和晚年生活的资金需求 让人不禁思考未来的生活方式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大选的动态 近期的调查发现 许多社交媒体上的爱美与账号 正在利用虚假信息影响选举 这些账号以轻中立场吸引流量 并试图推销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 这一现象揭示了外国选举中的影响力 让我们不得不对信息的真实性保持警惕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呢 台湾总统赖清德的祖国论在国庆演说前夕 引发了激烈讨论 中国方面对此做出强烈反应 指责赖清德兜售新两国论 并称其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局势 赖清德在发言中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并呼吁中共尊重中华民国的存在 以便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台湾陆委会则指出 自1949年以来 中国从未治理过台湾 强调这一客观事实是两岸良性互动的基础 在军事方面 中国可能会在赖清德国庆演讲后 开展军事演习 以施压台湾接受其主权主张 美国雇院对此表示 利用国庆庆祝活动作为挑衅的借口 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国防部重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 称武装台湾意味着助长台独 可能引发战争 台湾国防部长表示 将持续密切关注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活动 并以联合勤奸贞的方式继续应对 强调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人民决定 另一篇报道指出 根据新研究 人类的寿命似乎正在阶级上线 尽管医学技术不断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活到100岁 但整体寿命的显著增长已减缓 研究显示 全球寿命最长的国家的寿命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尤其在美国面临药物过量 枪击事件和医疗不平等等问题 这些寿命的提升几乎停滞 专家们认为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 未来几十年百岁老人的数量可能会增加 但整体寿命的提升将受到限制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情报官员警告称 中俄等美国对手正在利用虚假信息干预美国国会选举 试图影响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竞选 官员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针对与其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候选人展开影响力行动 古巴也在试图帮助支持其利益的候选人 尽管外界对总统竞选的干预尤为关注 但情报官员强调 网络虚假信息对地方选举的威胁同样严重 尤其是在选情胶着的情况下 外国对手更容易利用虚假信息来误导选民 在另一篇报道中 美国官员发出警告 称伊朗黑客正在加紧对美国政治竞选的攻击 试图破坏公众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信心 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机构 敦促政界人士加强网络安全 防范伊朗革命卫队的网络行为 远可能带来的风险 伊朗黑客已经针对多位政治人物和前政府官员进行攻击 窃取信息并试图影响选举结果 美国情报官员指出 伊朗的目标是伤害特朗普的连任竞选 提升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的机会 此外赖清德在国庆讲话中提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此言论引起了美国官员的关注 美国姑愿重申其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并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致其根本利益 赖清德的讲话在台湾引发热议 国民党对此表示质疑 认为赖应当尊重中华民国的象征 北京当局则指责赖清德的言论是台独谬文 并可能以军演作为回应 进一步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局势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联邦调查局最近逮捕了一名27岁的阿富汗男子 纳希尔艾哈迈德塔希迪 他被指控策划在美国选举日当天 对人群进行恐怖袭击 塔希迪自2017年以特殊移民签证来到美国 近期采取了包括购买K-47步枪 和为家人购票返回阿富汗等行动 显示出其对袭击计划的坚定决心 他在被捕后表示 自己与一名少年同伙 希望能像烈士一样殉道 联调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强调 红不主义仍是联调局的首要任务 承诺将全力保护美国人民 在另一则报道中 美国高级官员指出 中国的锂生产商正在以掠夺性价格大量供应里 试图消除全球市场的竞争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和赛费尔南德斯在葡萄牙表示 中国的锂生产远超全球需求 导致锂价在过去一年内暴跌80%以上 这一情况影响了全球理生产商 迫使他们裁员并缩减产量 费尔南德斯提到 低价策略限制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能力 同时也对需要投资以发展理产业的国家造成了损害 此外美国在双市结前重申希望和平解决台海争端的立场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 华盛顿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重申对台湾的支持 台湾即将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周年 领导人赖清德的讲话引起了北京德的讲话 引起了北京德提及台湾的历史立场 认为中华民国是对中国大陆民众的祖国 而中方则指责其为台独分子 与此同时前总统蔡英文计划访问捷克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对 显示出台海局势仍然紧张 美国之音众文网报道 马尔代夫总统穆罕·穆伊佐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重新与印度建立关系 标志着与一年前的重大转变 穆伊佐在访问新德里时强调印度在马尔代夫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中的重要性 并寻求印度的财政援助 印度则同意提供4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和其他合作项目 包括建设新港口 尽管穆伊佐曾试图减少印度在马尔代夫的影响力 近年来的经济困境迫使他改变策略 意识到与印度的合作对国家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指出马尔代夫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印两国争夺的焦点 重建与印度的关系不仅有助于马尔代夫的经济稳定 也符合印度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在全球动荡的时刻 这一转变被视为南亚局势的积极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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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